家都知道李雪剑老师可是一个老戏国 从一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的戏龄拍过无数经典的作品 塑造的形象也数不胜数 演技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拿过大家 李雪剑老师不仅演技好 而且为人也很低调 在演艺圈算是顶级的演员 李雪剑老师是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 在话剧《九一三事件》中扮演林亮 夺得中国戏剧最高奖 梅花奖李雪剑的演技让无数人折服 同时还是胡歌宣言要学习的偶像 在一个萨卫宁的采访节目中 一位台下的小伙像李雪剑教师说 当初我来到北京的诗粉 我演的第一个人物是屋经脚底下的一个死士 第二年的诗粉 我总算如愿当上了男一号 您猜我也男一号拿多少钱 我拿四千块钱 四千块钱啊 但像您这样得高望重有名望的艺人 在片场只拍了四天时刻 就拿走几十万的片酬 当我去跟出品人 这片人理论的诗粉 他们说钱都被像您这样有名望的味给拿走了 李雪剑 你还说你拿四千块钱 你知道我一九九零年也渴望的十分拿多少钱吗 加上奖金八千块 旁边的灯身脸色有点不太好了 看着台下的小伙 小伙接着说 像处于咱们这种状态下的艺人 咱们应该去得到点名望吧 成名对艺人众望吗 李雪剑说 你要孤立的看成名 没有任何著作 什么也没有吧 你还想成名 那是痴人说梦 那是瞎摆 艺人这个工作 只要得到观众的认可 可以做到忘掉这个艺人 记住这个戏 那你不成名也难 李雪剑没有一点怒字 很安静地跟这个小伙子说 你不要仰慕我片仇高 你不了解我的脑机 我经过存亡的 小伙接着说 我也经历过存亡 再者说 你那个十分是不愁 是不愁喝的十分拿八千块 可在那呢 仨被您看不下去 使得小伙说 你说了这么多你难过 你很苦的是 你究竟想表达什么 而你现在让你接受不了的是 就是他人眼男一号是天价片酬 而你眼男一号却只拿四千块 那是由于他人眼男一号是被邀请去的 而你是自己找去的 去了其他剧组 还由于没有名望不要你 你想过这是为什么吗 你干艺人干得高兴吗 假如你只天价片酬 你现在就不在这看咱们的节目了 口口声声说 当艺人是自己的愿望 为何不去为愿望支付尽力 而总是诉苦他人片酬比你高 说句不好听的 在一些三线明星眼里 你要是跟人家诉苦片酬问题 人家会给你这样说 你算什么东西 知道为什么吗 由于你没名望 由于人家不认识你 你仍是为你的艺人愿望多多尽力 别跟李雪剑教师谈片酬问题了 这个问题不是很 比较于李雪剑的几十万片酬 那些文明小鲜肉的片酬 不只是李雪剑教师的多少位 对不起 对不起